中華民族都留在威脅的時候 為人的美國就發出最後的好聲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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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很痛心的 因為香港本來這麼多年來都是叫做東方之珠 很多遊客等等都會來香港 不過自從六月開始做了暴力活動之後 這班人不斷地傷害警察或者打市民 令到很多遊客不能夠過來 香港的經濟就跌得很厲害 而且有很多市民因為反抗他們 就當街被人打 我覺得香港的美食很痛心 我曾經被人試過把我的電話號碼印出來 貼到學校附近周圍都是 亦都試過被人在連儂牆那裡 有人把我的個人資料貼出來 等等等等各種的事情 甚至曾經試過在連儂牆那裡 被人說我支持警察 然後就揮拳打我 打我不怕 我認為我自己做的事是沒錯的 基本上我身邊的同學 全部都是支持他們的 不過我不後悔 我是支持警察 我不後悔 因為我認為我自己做的事是沒錯 所以我今天來到這裏 下次有這活動我仍然都會來 更多精彩 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我會不想說我 已經到達了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不想說我 都沒有 我沒找到 你是不是 我不會讓我 感谢观看